好,這個檔案我們要來介紹這個Triganometric Substitution 也就是三角代換 那三角代換它最主要 這個目的是希望能夠把這個 根號裡面變成完全平方 這樣子就可以開根號出來 那根號如果不見了,對積分 它的運作是會 是會有很大的順暢的作用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三角代換 通常呢,這邊這個表達 表示是這個a平方-u平方開根號的話 這個u呢,在這邊代表的是一個function of x 也就是說呢,u等於某一個f of x 那麼你現在要把根號裡面變完全平方的話 你可以做這個動作 就是令這個u讓它等於a a乘上這個sine c a乘以sine c 那麼這樣子做的目的是什麼呢 出來的話哦,它就變成1-sine 全平方式哦 那所以a平方-u平方 開根號哦 這個square root of a平方-u平方 那它就會 你就可以把這個根號裡面代換成a平方cos 平方c 那因此呢,這個就可以把根號開出來了哦 那根號開出來這邊就變成a哦 然後乘以cosc 那當然呢,這個a呢,要大於0哦 那這個cosc呢,也要大於0哦 那因為呢,現在我們如果在假設的時候啊 就設計它這個c是在負二分子拍到正二分子拍之間的話 也就是說這個c是第一向線跟第四向線之間哦 那麼 這個cos在第一跟第四向線之間呢 那麼它都是正的哦 它都是正的 所以這個cos的正負你不需要去擔心哦 那只要擔心這個a哦 那a呢,通常呢,我們就把它掛一個絕對值哦 這樣就不會有問題哦 那這個c檔呢 它是介於這個二分子拍到負二分子拍之間哦 正二分子拍到負二分子拍之間 好,這樣子就不會有這個正負號的問題哦 正負號的問題 那另外兩個呢 它的這個運作模式跟這個是一樣哦 主要就是要讓這個根號裡面變完全平方 那變成完全平方之後 你開根號,根號就不見了哦 根號不見以後呢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 是G是這這些 或者是分布積分法的公式啊 就可以把它求出來哦 那麼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哦 a平方加上u平方的話 也就是說一個函數它平方哦 你給它這個加一個a平方哦 那麼這時候我們是令u等於aTangent c的哦 u等於aTangent c的 那因為呢Tangent平方加上一個常數1哦 它會變成轉換成second平方哦 轉換成second平方哦 那另外還有一個呢 這一型哦 這兩型同學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這個開根號呢 它前面是u平方-a平方 那這時候呢你應該把它令成aSecond c的哦 為什麼呢 因為second平方減掉1哦 second平方-1呢 它可以轉成tangent平方哦 好轉成tangent平方 所以函數的平方減掉一個常數哦 在根號裡面呢 我們應該把u設為aSecond c的哦 那這個常數減掉一個函數的平方的話呢 你應該把它設計成aSine c的哦 好這個是形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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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